泰国食物吃来吃去都是那几味? 想试新口味和住家感觉 可以去找附太 最深于烹饪的附太 最近将皇后烹饪中心 大翻新皇后泰国厨房 除了每星期开烹饪班 晚上还主力做私房菜 够6位以上就可以买班订位 由买料到酱料、香料都要自己亲手做亲手种 而大部分菜式都比较罕见 邀请传媒参观当日 附太亲手示范了一道 有四、五十年历史的 椰汁虾肉菠萝蒙粉 光看排场也够大阵状 记者看都没见过 将蒙粉、菠萝、柠檬、虾米、虾肉、鸡蛋放上碟 另外还有两款用浓郁椰汁底煮成的鱼蛋 其中这边的手打鱼蛋 就有二百年历史 再加入酸辣酱汁一起吃 雜酸、甜、凉辣和椰香于一身 夏天吃就很有透心凉的快感 至于这款养生汤水更静 当地人都是饮来驱风保持血气暢空 汤头里面有很多种海鲜和瓜果 胡椒香就是来自泰式手指姜和黑椒 一定要试试 这一味香茅串串虾球 卖上看就没什么特别 谁知一入口就吃到不停 将虾肉、鲁鱼肉和猪肉 拆成波波之后用香茅串起 再炸到脆一脆 里面还是非常汁 最重要的是点这个带有酥香的酱汁一起吃 带出不同肉类的鲜味 看到这只鸡腿就口水都流了 这一味是泰北街头代表美食 泰北清迈咖喱甘面 勁度十足的椰香咖喱汁底 越食越有后景 拌一半榨面一半生面 加上红葱头和大量青葱 口感非常丰富 至于甜品不是有钱就吃得到 这款附体自创的手打椰子冰糕 只会在私房菜园结后送给食客 将忌廉、蛋白、椰汁用人手搅拌成冰糕 再加上大树菠萝和粟米 而椰汁就为整个甜品带来咸咸香香 又咸又甜保证大家一吃就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